台九线南葵公路道路改善工程中的金轮高架桥部分 原定在104年年底要完工 但是因为施工期间 桥顿意外挖掘出了人骨以及文物 仪式为遗址 工程因此而延误 期间又有尼泊特等多个台风的影响 一波三折之后 终于在9月底要完工通车了 公路总局自2011年进行的台九线南葵公路道路改善工程 其中金轮高架桥原定在104年底完工 因第三四个桥墩意外挖掘出人骨及文物 一四为一致 第一至五桥墩的工程暂停 这项工程因而延误 随后又有尼泊特等多个台风影响 通车日期再度延后 一波三折之后 终于传出即将竣工的好消息 预定9月底通车 金轮高架桥未来通车之后 不但有更方便好走的道路之外 因为居高临下拥有一片无敌海景 许多民众预期是另外一个 眺望无敌海景的热点之一 还有许多民众将自己拍下美景的照片 上传脸书分享 引起不少网友讨论 并希望能够尽早通车 记者廖婷娟太马里香报道